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唉唷 每次一開機就看到整個房間像是被炸過一樣的亂喔 在這邊多了一個新的 這是畫兔兔嗎? 誰在這邊畫兔子啊 好的 那我想大家應該 懶得 看我在收拾房間吧 每一集的開頭都要收拾10分鐘的房間喔 所以呢 我先來默默的收拾一下喔 他們今天的耳朵是不是 壓得更嚴重了 你看他們兩個的耳朵 花紋越來越深耶 如果 就像動森我們 可能一個月沒開再上來的話 島上雜草會很多嗎 那啦啦熊的話會不會 放一個月 然後我們再回來看 要不是全身都皺掉啊 真是好奇呢 好 集滿了 我們可以再多蓋一個印章了 你們的耳朵 越來越像餅乾了 耶 我們可以蓋下一張了 第11格 只有零錢了 我還以為 可以拿 又看到什麼 特別的影片 欸欸欸欸 我在收 你不要在那邊又亂話好不好 哈囉 怎麼這麼不受控啊 天啊 我覺得這個啦啦熊遊戲 就真的跟我們平常在養寵物是一樣的 你不能因為看牠很可愛 然後就養牠們喔 你都沒想過你還要幫牠們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對牠們的愛不夠的話呢 牠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一點也不會覺得牠們很可愛喔 就像呢 我們雖然有養貓 我們成天在抱怨貓很機歪喔 可是呢 我們還是會 很甘心的 因為貓很可愛 所以我們還是忍讓牠們做那些很機歪的事情 那些很機歪的事情 就是你 就在這邊畫喔 這個啦啦熊呢 也是一樣的意思喔 好 不要睡 過來幫你梳梳耳朵 所以呢 養寵物呢 不是 不是牠可愛就好啊 那可愛你也要會照顧 牠才會更可愛喔 如果你只是看牠可愛就把牠 抓回來養或者是買回來養 然後又不照顧牠 牠就只是很可憐而已喔 欸 為什麼摸一下又有垃圾 欸 怎麼感覺又要滿了 來 過來 你的耳朵 白色小熊感覺就很附黑 外表可愛 好 來 刷刷耳朵 感覺耳朵刷完 又可以再拿一個獎勵了對不對 應該說可以再拿一個印章了 耶 沒有東西耶 再拿一格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到新的音樂了 第13格是音樂 好的 東西終於全部收拾好了 然後 又過了10分鐘了 啊 怎麼又有垃圾了 好 差不多就整理房間 然後跟摸摸 梳一下牠的耳朵 就過了10分鐘了 那今天呢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來出門啊 我們來去找 茶色小熊 耶 準備要去野餐了 哇 好可愛喔 欸 牠在地上爬欸 哈哈哈 現在有多累啊 才剛到牠馬上躺下去睡覺 哇 哇 在蜂蜜森林裡呢 我們可以 喔喔 之前說過了 跟在房間的方法是一樣的 那我們可以用油標來摘蘋果 有蘋果 有蘋果 有草莓 有蜂蜜 在蜂蜜森裡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呢 當成是點心 然後給利達クマ他們喔 能採集蘋果 草莓 蜂蜜 是不定期的喔 所以呢 我們每次來 可能每次都不一樣喔 看到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來採集一下喔 在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會多一個水果藍的選項 那選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給牠們點心 那我們可以選擇要給牠什麼樣的點心 那選了之後就會消費掉一個 喔 在這邊收獲的蘋果草莓 蜂蜜可以大家一起吃 我們也可以只給一個人吃 也可以分給全部的人吃喔 那給牠們吃也是會增加量表的 OK喔 比起那個 我要先跟小熊說話 欸 躲到後面去了 哈囉 出來一下 牠現在是 哇 牠爬樹欸 好可愛喔 這隻 嗨 哇 牠好一步喔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你的耳朵也 是不是平常沒有人幫你輸輸啊 來 我幫你輸一下 欸 牠好可愛喔 哇 牠還有虎牙欸 這種伊布色的小動物我真的是 好喜歡喔 然後牠跟伊布一樣也有那個胸毛 欸 好可愛喔 我要摸你這一撮 啊 啊 我好像又揉到牠的鼻子了 那我們摸下面一點 欸 這是最下面了 沒辦法 那個鼻子的判定太大了 那時候先摸摸頭 然後再移到下面來 就只能這樣子 啊 模糊模糊 哇 好可愛 這隻好可愛 真棒 欸 所以在這邊我可以再摸牠們一次嗎 欸 真的欸 牠們身邊的花花都消失了 所以可以再摸一次增加亮表喔 這樣還不錯 耶 你的耳朵是不是稍微有點皺皺的 欸 還真的欸 我眼睛好利喔 好喔 再摸過一輪喔 快速增加亮表之數 這樣看來摸一隻小雞就可以拿到新的音樂了 欸 耶 快速摸摸 欸 沒滿 那我們再刷個毛 因為我覺得 這個毛是不是也是稍微有點分岔 應該滿了吧 欸 還沒滿 但是怎樣 好 沒關係 我們來收集 這個應該是蜂蜜吧 欸 這不能點是不是 喔 樹上的不能點嗎 喔 採集到一個蜂蜜了 這個呢 還是我要放大 不行 這個不能拿 好 那蘋果可以喔 喔 採集的時候不會增加亮表 那我們摘四個蘋果分給四個人吃吧 欸 那這個蘋果是可以採的嗎 為什麼這個蘋果有長熊耳朵 這是什麼設定 你們看這個蘋果有熊耳朵 喔 草莓在這裡 喔 草莓在這裡 我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是有人摔下來嗎 這隻蜂 蜜蜂也長得熊頭蜜蜂欸 好可怕喔 然後他們蜂窩也是個熊頭 這不能抓 可惜了 以野餐的名義來這邊進行搶劫喔 這是不是可以全部摘下來啊 水果應該不會 有保存期限吧 像動森一樣 摘下來之後放個60年也不會壞 這樣一個一個慢慢摘好 好慢喔 它不能像動森一樣搖個樹然後就全部掉下來了 它跟撿垃圾一樣 按一個拿著就這樣啾 然後這樣 然後我們才可以再撿下一個 超久的啊 酒到茶小熊身邊的花花都不見了 來 你過來 我再幫你摸摸一下 應該就滿了吧 滿了我們就來吃東西吧 哇 太好了 這邊滿了 沒有用喔 所以我要先回房子一趟是不是 換在這邊滿了呢 我也沒有辦法兌換印章 原來是這樣的 我剛剛想說把水果摘完然後再回去了 結果它又馬上長出來了 這長好快喔 所以這應該是摘不完喔 我想先回去 喔 這邊點包包可以回去 我想先回去換一下印章 然後再過來 跟茶小熊一起吃東西 掰掰 喔 他們揮手也太好笑了 茶小熊站起來了 茶小熊站起來了 回來了 等一下 我們不是 不是剛回來嗎 地上的垃圾是怎麼回事 是有小偷進來嗎 拿到音樂了 我們等一下馬上來換一下喔 可以換新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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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爵士樂嗎 我喜歡 喔 怎麼了 喔 有禮物要送我了嗎 欸嘿嘿 七色的彈珠 只要看著這個就會忘記時間了 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剛才摘那麼多水果結果沒有帶回家是不是 好像是這樣子欸 我們再去一趟森林喔 走吧 看他們揮手好療癒喔 欸 茶小人又來了 來玩吧來玩吧 喔 怎麼了 喔 居然送我這個 要讓我 做DIY嗎 哈哈哈 嘩嘩嘩 剛好動森的季節也需要這樣的道具喔 不要跟我說裡面是空的喔 喔 有有有 還好 來 蘋果 來 一起吃蘋果喔 呃 分給大家吧 我剛剛摘很多 哇 喔 吃得好快啊 喔 可愛可愛 那我可以再餵一次嗎 就是只想餵給那個 茶色小熊 可以連續吃喔 來喔 我給你一個 蜂蜜喔 來 就是你了 其他要先去旁邊喔 哈哈哈哈 哇 茶色小熊就是好可愛喔 天啊 來來來來 哇 嘎喔 哇 天啊 這完全就是一個反插萌欸 他長得超可愛的 可是他的那個 嘎喔 就是比較兇猛野獸的那種發聲喔 嘎喔 所以他不會說人話是不是 嘎喔 喔 他不像另外三隻會講人話 他只會嘎喔嘎喔的叫 還是很可愛 而且 再來一次又可以再摸摸他一次耶 這樣要提升量表不就很快了嗎 我們就在這邊摸完 然後又回家又摸 然後來這裡又繼續摸 狂摸 可愛 所以來野餐的話算是 提升量表的一個很好的方式囉 小雞摸完應該量表要滿囉 幸福 欸 居然沒滿 差一點點 森林的話大概就只有採集 然後摸摸茶小熊 然後跟餵他們吃水果 除此之外好像 這是茶小熊的家是不是 可以進去他家玩嗎 看來是不行喔 他雖然很野生的樣子 可是也是有個房子住就是了 來 我們又再來吃個草莓吧 草莓吃完之後呢 應該量表就可以滿了 那我們就可以回去囉 哇 草莓 居然也要分三口 真的耶 茶小熊只有一句台詞 他只會搞 謝謝茶小熊啊 你好可愛喔 他是打噴嚏嗎 哈哈哈 唉唷 不行啦 這個 這個放大功能真的是要改進一下喔 太陽春了 好 我們回家吧 好 又多一格 剛看第十五格是個丸子喔 應該是 可以新增點心的目錄吧 那到目前為止呢 應該是有把這遊戲所有的 要素都叫出來了吧 剩下的應該就是努力級了 來 我們來看看 現在我們完成了什麼 我們又拿到新的寶物了 又多了一個茶小熊的喔 茶小熊也有五個 所以大家沒事也可以多多的去找茶小熊 喔 突然 突然獲得好多張貼紙喔 來採集吧 來採集吧 儘量摸摸吧 來幫他們修耳朵吧 喔 雪球的得分王 這樣也有啊 來去野餐吧 來去野餐吧 有音樂的生活 最後這個 Let's dancing 來跳舞吧 這樣我們又多了好多張貼紙啦 如果喜歡收集要素的人呢 應該也會玩得很開心吧 因為它有很多像這種 跟動聲一樣喔 我現在蠻在意它第20格有那個 卡拉OK設備喔 那是怎樣 裝了之後可以唱卡拉OK嗎 還是它只是一個裝飾品呢 好的 那我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喔 今天呢 就比較短一點 就只有去找查小熊 但就已經擠滿了4個印章 那剩下的要素我也會默默的收集喔 之後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收集的進度怎樣啦 那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有把全部的要素都給解完了 如果之後玩的時候又有發現什麼新的東西 我會再跟大家報告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